百货公司常常会使用简单易懂的图案当提示 来明确指引顾客方向 不过就有网友在百货公司电梯旁的楼层指南上 发现了一个很可爱的爱选丘比特的图案 而这让他摸不着头绪上网求解答 我们实际也询问了民众 有没有办法猜出来这个符号代表是什么意思呢 仔细看百货公司大楼指南出现了丘比特符号 有民众在网络上发文表示在百货公司电梯旁发呆时 突然看到楼层指南有一个爱神丘比特的符号 他希望有厉害的网友可以帮忙解答 实际上街询问民众大家猜得出来 这个符号代表什么意思吗 相亲用 我不知道耶 小朋友上厕所 可是这里有厕所了啊 这里有厕所的标志啊 丘比特啊 玩具室吗 小朋友去玩的地方 给两个人想要单独空间的时候 都不对正确解答这个标志 其实是百货公司的一个小景点 超可爱的爱神丘比特雕塑作品 就在百货公司内 要吸引民众来打卡拍照 除了楼层符号超奇妙 另外还有不少交通标志 也让民众看了会心一笑 像是这个凭空人头像 考考大家知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答案是警告人车要注意路面颠簸 另外还有这个创意交通标志 注意时经 才有名画十岁意象 其实就是要提醒 待狗狗散步时 别忘记将狗狗的排泄物清理干净 而这个当心养效标志 则是要提醒民众 注意天上飞鸟 小心鸟类的排泄物 这些创意标志朝CUSO 成功吸引民众目光 也盼能达到警示效果 接下来 叶林凡台北报道